中国延长了我国在内的38个国家 免签期限到30天 华总会长丹斯里吴天权就相信 这会促进马中经贸商旅等各个领域的来往 并且增进密切的友好关系 吴天权也是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他今天发文告指出 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988亿美元 或超过4508亿令吉 占我国全球贸易17.1% 而截至今年9月 总贸易额也已经达到了767亿美元 或超过3551亿令吉 吴天权相信随着两国实施免签政策 加上国家领导人密切互访 今后的双边贸易额会再创佳季 他也形容延长免签期限 是马中建交50周年的好消息之一 希望马中今后会持续探讨 让这个双向免签30天的利好通关政策 在明年底到期之前进一步延长 以便继续的立会两国发展和人民互访 中文字幕提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